中国我们说比拳头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舰长啊 最近呢中国大陆的核潜舰 这就厉害了 之前大家还在说 094上面或许有一些缺陷 但是后发优势啊 中国大陆的改动也太快了吧 据说新的096已经出来了 096呢 它可以搭载六个核弹头的巨浪3 巨浪3不得了 它的射程是12000公里 所以它是可以打到 美国本土的潜舰 然后厉害的就是 潜舰最怕什么 被你抓到嘛 潜舰超级安静 它改良 它用了更尖端的静音技术 外观它彻底取消了规备 减少噪音声援 它可以在极地的冰层覆盖下 它可以到冰底下发射导弹 所有的这个军事的这些装备 就要分两个阶段去看 一个是载台是什么 一个是它的武器 这两个是可以分开看的 我们先来看潜舰 我现在越来越发觉 潜舰它每一种潜舰其实不一样 我说核潜舰有一个攻击核潜舰 战略核潜舰 大家想象的就是 这两个潜舰都是核潜舰 它的设计要求 我们的规格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其实它差了十万八千 我先说攻击核潜舰是在做什么的 基本上是在保护航母 它跟着航母在底下一起跑 它主要的任务是潜对潜 要打击另外一个敌人 那可能出现的潜舰 所以它的扭转攻击力都非常重要 这是它的设计原则 你没想到战略核潜舰是干嘛 战略核潜舰就是 万一我们国家被人家消灭了 世界末日的时候 我要能够去反击 所以它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什么 躲在某一个地方 没有人知道它在那里 它不要快 它只要躲在那里 没有人知道你在那里 它就能够发挥它最大的功能 因为大家就会怕它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 所以你就知道 像洞沟六这种潜舰 它的静音是它最重要的条件 它就是可以躲起来的那一种 跑多快 什么能吃药的 我不要你跑那么快 我就要你进桥桥的 每一个人知道它在那里 然后第二个才是说 你要带很多的核弹 要带 带很多的核弹 然后能够在底下 待很久 待三个月 在那里都不要动 然后第四个 陆地要很容易地去指管它 大概这就是战略核潜舰 那我们现在来看 最重要最重要的 这个叫做静音 或是安静 现在中国大陆有三样技术 全世界第一 遥遥领先 所有的这些潜舰建造国家 第一个就是中压直流 全电推进系统 它的那个主机没了 那个振动东西通通都没了 第二个它有一个叫做 无轴棒骨的车液 那个车液就像电风扇一样 中间连轴都没有 对 你想象不到它有多安静 还有它以前我讲过一次 发声瓦 人家都是一种被动式的 消音瓦 它是主动地产生 跟你一个声音综合的发声瓦 它的技术是什么 稀土的金属 别的国家都做不到 这三样都 我就跟你讲 你去看报章杂志什么 写了好多东西 那些都不重要 我刚刚说的这三样是 全世界独一独二 所以洞沟6 是全世界最安静 最安静 最能够让领导人物相信的 战略核潜艰 那至于你说它的像什么 巨浪几的飞弹 那个飞弹基本上就是一个 太空技术 火箭推上去 外空走怎么样 怎么样去控制 太空技术现在中国大陆 等一下后面有一段 是台湾太空技术 中国大陆也要领先 所以你就是说 潜艰载台是最好的 因为在战略是最安静的 我们的这个东西 飞弹又是一个最好的 因此这两个的结合 它就是世界第一 哇 这样听起来 美国真的要怕 因为重点是 096它躲在哪里 美国知道吗 美国可能不知道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 看完了海 我们来看一下空的 张爱妮 张将军 翼龙石要出口了 这个翼龙石 它现在都是用这种 复合材料 我们先来看一下 谁买呢 沙乌地阿拉伯 沙特跟中国签署了 要买新的一批无人机 你知道沙特要买 它直接都是买一整批的 预计可能是12架到24架左右 据说这一次买的是翼龙的10B 它是查打一体的 它是用背负式的进气道 而且它有更低的雷达反射讯号 我在想它是不是也有一点累隐身吗 比较不会被抓到吗 然后它重点 这种无人机它查打 它一样飞在空中飞很久 然后让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巡航速度每小时620公里 它可以达到20个小时 它可以飞的最高高度是1.5万米 而且它还可以挂武器 它也可以挂这个空对空的飞弹 它也可以挂反舰导弹 这个翼龙10它是逆中的高空无人侦察机 因为它可以飞到1万5千公尺 它最重要的它有特色 飞高度高1万5公尺算高了 因为已经到达4万5千英尺了 相当高 相当高的话看得非常的远 第二个它流空时间久 它可以流空20个小时 那这样的话它的优势在这个地方 问题是沙奥地阿拉伯它没有办法 像美国买到无人机 像我们讲的全球之音RQ4 为什么 美国卖 因为以色列的关系 以色列 沙奥地阿拉伯想要买的武器 装备战机的性能 绝对不能超过以色列 能够压押到以色列 那以色列怎么办 以色列才是中东的老大 是美国在那边最重要的棋子 跟它的盟友 所以沙奥地阿拉伯买不到那么好的 然后这个翼龙10它是逆中 你看它的进气道在上面 进气道在上面的状况之下 雷达很难发现到它 这加增加了它逆中的效果 雷达不愿意发现它 它又是逆中的状况之下 侦察是不是不要被人家发现 它就做广域侦察 因为它可以飞20个小时 在长时间的流空 可以搜查的面积非常的广阔 然后它又查打一体 下面有六个拍龙架 六个拍龙架可以挂空对空飞弹 可以挂雷射导引弹 也可以挂空对舰的飞弹 问题是它挂空对舰的飞弹的话 因为一般来讲 无人机的它的拍龙架 挂在下面的时候 但弹体不能过重 所以它只能打小型的船舰 跟小型的碉堡 或者是碉堡 或者是这种比较轻便的 这种我们讲到的 它的军品囤出站可以 因为它不是重磅 是这个样 然后现在这个沙奥尼宝 向中国大陆下订单 因为翼龙10才刚刚验证完毕 算是新的产品 那新的产品它买两个中队 一到两个中队 在沙奥尼阿拉伯一个中队是12家 所以它为什么用24家 买两个中队 一到两个中队 现在中国大陆才出来 你看它飞到台湾的 有没有翼龙10过来 还没有翼龙10 翼龙10才刚刚验证完毕 新品 然后因为 中国大陆跟沙奥尼阿拉伯之间的关系 军事上的合作 它有向中国大陆买这方面需求 所以卖你最好的 去中东实战一下 上一次的时候 它的八一飞行表演队 也都是到沙奥尼阿拉伯利亚德 因为这是沙奥尼阿拉伯的航空展 它派的王牌 第一次不落地从新疆 直接飞到利亚德去 你就知道他们的关系 军事上的层次 不然它平常 为什么派那么王牌 而且经过空中加油 不落地直接飞到沙奥尼阿拉伯 是这个样子 表示说这方面的 这方面经济上 军事上的合作 已经提高层次了 然后把最好的 中国大陆还没有卖给其他任何国家 第一国家就先卖给沙奥尼阿拉伯 就知道跟沙奥尼阿拉伯 在军事上面这样这种合作 那这样的话 有了这一个无人机 将来的话 这个地对空的飞弹 地对舰的飞弹 也还有 我们讲到的 都可以卖过去 火箭炮 就是火箭炮 PHL系列的火箭炮 或 Dusn' 怕它漏啰 铁肉 魏事二刑以上的 这种编号台 得更好的 这种可能就要卖给沙奥尼 минут 因为沙奥尼采油国 采油国它的资金雄厚 它买的要买最好的 像美国买的话就买 买F15 当初的话 20多年十年就买F15 跟F16了 都是买最好的 因为他不缺钱 他缺的就是 希望有更好的一流的装备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因为他是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的话 他要去换训 一般来讲 吃苦的事情他还不太做 所以沙拉伯缺的是飞行员 因为太吃苦的事情他不做 因为所有的都免费 从小学到大学全部是免费 都国家供养 医疗国家供养是这样 所以他就不太吃苦 所以他买武器装备是很厉害 但是缺的就是说 你的作战员战斗员够不够 是在这个问题 那现在无人机不要战斗员 我地步上控制 所以他将来慢慢走向无人化 这个是适合沙特需要的 刚好中国大会就看准这一点 因为你不要人 这些人而且又逆中 又不要人 不会有任何 这是装备的损失 没有人员的伤亡 不会有人员伤亡 无人机不要就不要 反正我有的是钱 我先买一到两个中队 还不错 下次定个三个五个中队就来了 这样的话就查打一起 也可以侦查 广域侦查 也可以长城轰炸 因为他可以飞到 如果是最佳巡航的话来回 他可以飞到八千公里没问题 对 就看他的最长的八千 去四千回来四千 那他不用那么 根本超过他的 作战的任务需求了 那他就耕田式 整个用耕田式的 不是直线式的 耕田式就可以了 太阳星全校客废 一生俊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一生俊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一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一生俊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一生俊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 高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一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何外的选口 请不吝点赞